怎么样不要被发现 那当然就是严好一点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兰芳 欢迎收看Dr. Gracie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假设你假设 如果我假设 我要怎么样可以不被发现 以射精为乐的男人 为什么会有需要假设的时候 第一个有可能 他已经自己满足过 自己已经射精过了 第二个有可能当下的兴奋度不够 他就是怎么样都射不出来 那第三个 他就是只是带着交作业的心态 怎么样不要被发现 那当然就是严好一点啊 就像很多女生假叫一样 你们都不知道 对吧 都还以为他们很享受 所以你们可以去想一下 你们真摄的时候会有哪一些反应 你要严就严圈套 这样子对方就不会发现 或者你就直接可以让对方知道 我想满足你 但是我真的之前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今天射不出来 你用眼的也许可以避免一些问题发生啦 有些人会说他要交作业 但是我是觉得 不要用交作业的心态 也许你就没有必要假设 所以你可以用的幻想 或者是把你的心态转换一下 不要认为你在交作业 你要感受到你是在做一件你很喜欢的事情 也许你就会改变了射击的那个动机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平常 如果有戴保险套的习惯 就比较不会被发现 这个原因我不想解释 你们自己去体会 就是戴保险套 反正我希望你们可以养成 平时都戴保险套的好习惯 喜欢我们影片的人记得按赞分享 留言 订阅开启小铃铛拜拜